一个人学佛不能说 我今天闻到了佛法了 我心中还不精进 还不努力 我再等一等吧 在永平寺有一位八十多岁的 驮着背的老禅师 在大太阳下面晒着香菇 这个住持叫道元和尚 看到之后就冷不住说 长老你这么大年纪了 不必太辛苦 我们找几位法师替你代劳 老禅师说别人不是我 老禅师话是不错呀 但也不要挑大太阳来晒呀 这个不是时候啊 老禅师说 大太阳不晒 难道要等到阴天下雨天你才晒吗 修禅人的境界 无论什么都不要假守于别人 也就是说要懂得自修自得 很多人自己不念 让别人念 他得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德 而是别人的功德 所以我们学博人不能等到明天 别人不是我 现在不做 更待何时 学博人必须要抓紧时间啊 我们学博要在痛苦当中 找到自我 从伤害中找出人生的方向 学博会使自己更有智慧 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有耐心啊 台长跟大家讲过 不学博的人是一辈子苦 而我们学博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了原因 我们知道了解救的方法 所以学博人的苦是暂时的 而不学博的人 那苦是永远的 希望你们痛苦时 要有耐心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必须要忏悔 我们在人间吃苦 要有恒心 因为拥有的耐心与恒心 那是学博基础啊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学博人必须要有恒心和耐心 如果谁失去了学博的耐心 便失去了恒心 谁就不能拥有学博的智慧 夫妻吵架 谁有耐心 谁就能解决问题 与朋友做生意 不管受到伤害 你只要有恒心 谁有恒心 谁就能把这个生意做好 所以我们做人 就是要在忍辱当中 学会精进 一定要忍辱精进 优优独播剧场